大家好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一个股评报告 是左手天时右手地律 时代弄潮儿BYND的股评报告 BYND是一家成立于2009年 在2018年完成更名的美国食品公司 BYND的现阶段主要的产品是植物性的漏制品 它的产品是不含任何的转基因 激素与抗生素的有机食物 可见公司的产品是以中高端消费人群为主要目标 公司目前的销售渠道主要是通过杂货铺、便利店、批发商、零售商、餐馆 以及电商网站等方式来进行销售 BYND当前最大的任务能不能是攻占市场份额 而为了完成这样的战略目标 除去传统销售渠道之外 BYND正积极通过与各大企业进行战略合作的方式 来开疆拓土 那在3月份最新的公司进展消息报道当中 BYND与沃尔玛其新产品 将会通过美国本土的2400家超市来进行发售 而在2月份公司所公布出的报告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BYND也已经与全球最大的快餐连锁麦当劳达成了一份为期三年的全球战略协议 作为一家正在寻找更大成长空间 与正在攻占累积市场份额的公司而言 选择与沃尔玛跟麦当劳这样的优质合作伙伴 那势必将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正所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那如果大家想要得知BYND更多的资讯与报道 那欢迎大家联系我们 我是GoMarketsAlan 我们下期节目见